昨天我们讲到,李葵和燕青两个离开了四楼村,继续向着梁山赶路,本来以他们两个人的脚力应该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回到梁山博了。 谁知就在那两兄弟,走到梁山博七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小山村旁边的时候,那天突然落起雪泥,雪花飘飘,一会儿路上的積雪已经来到膝头哥那样,燕青看看,这样走快就绝对走快,不如在附近借宿一晚, 翌朝等雪停之后再走过,于是他跟李葵打个招呼,两个人向旁边的小村落那里走下去,想着在村里面反护人家借宿一晚,然后翌朝再走过。 谁知他们刚刚来到村口,就见到村头一棵大树下面穿着一群人,有个老虎人跪在地上呼天抢地, 哎呀,借天无眼,借天无眼啊,哎呀,你们为何不让我死了他,你们为何不让我死了他啊? 旁边站着的老虎人家,衣着都还算光鲜,但是就满面愁容,哀声叹气,他劝话, 哎呀,老太婆,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家了,这样,你这么搞, 那么多发啊,个女儿都发不下来的啦。 周围还三三两两,围着好像耕田的装客龙壺那样的人,不停在地劝他两个老人家, 李葵见到老人家哭得这么淒惨,他心里面有几分同情, 心想,看这两位老人家,都成几十岁,居然哭得这么伤心,难道我被什么人吓? 于是他过去问,老人家,你都在哭什么呀?有什么冤离的,快点说出来,看看黑老爷可不可以帮你手解决? 如果没什么事,那么就不要在那里哭哭啼啼,教得人家都不知多心烦呀! 各位,李愧这个人心地是好的,但是脾气急说话挖,他本来就好心想帮人, 但是刚才这么大声,这么一来开发,你说不吓人家有鬼咯,老太婆本来哭得呼天抢地, 被李愧突然走过来这样大声一喊,吓得他整个人呆了,当堂就收了声, 在旁边,看来好像是他丈夫,一身光鲜衣着的那个老人家, 也都吓得整个人呆了,定神打量的李愧,一时间都不敢出声, 另外在附近那些耕田的龙屋、庄屋就说, 喂喂喂喂,这位大哥,唉,好心你啦,我们这位老袁改成几十岁人的了, 不要这么吓他啦,他是我们这里附近的大善人来的, 我们租他的田家,他都还好照顾我们的,唉,怎么知道好人没有好报呢? 几日之前 他们家是非来横和 搞得人家整家都不知道多么惨 老夫人 今天一下子上不开 来村口这里说要吊颈 幸好大家发现 早就立刻救了他来 人家都够惨的了 你不要这样吓人才可以 燕青在旁边听到 他走走眉头 心想 非来横和 那是不是这两位老人家 被什么人迫害 如果遇到不平之事 那真的要帮一帮 管一管之得 于是他走前两步 对老人家就说 老人家你不用怕 我这个兄弟 性格比较急躁 所以说话 有时容易吓人 其实他好心想帮你们 你家里遇到什么麻烦事 不如尽管说出来 如果帮得的 我们两兄弟一定帮着你 老人家 老人家 老人家妄忘千青 又仔细地打量一下李葵 你参加一口气 哎呀 哎呀 两位的好事呢 我心灵了 不过 哎呀 那帮害我们的人 是势力很大的 哎呀 两位的 两位 虽然呢 我知道你们有心要帮忙 但是无谓惹我上身 算了算了 哦 不过是我和我家里 没错 是 你愧听了 就说 咦 谁敢说 他这头势力太大啊 方圆百里 有谁的势力 敢跟我 整班兄弟相比啊 哼 恶人家 谁恶人欺骗你 即管说他出来 就算是官府 你都不用怕 我一定要跟你讨回公道 唉 这些恶人 恐怕官府都搞他们不行啊 燕青就说 老人家 既然是这样 你有何妨说一下呢 如果你帮到的 那我们或者就可以帮到手 如果我们帮不到的 起码你说出来 都不用整日谷在心里面啊 老人听到 怎么怎么 那啊 你几日 这件事硬在我心里 哎呀 硬到一条气都戳着戳着戳着 两位 老实跟你说啊 老夫姓柳 我们老夫妻 一直到中年才得了一条女儿 好不容易 唉 才让大她 今年 我个女儿刚刚十九岁 她价子生得和过得去 记得人中意下的啊 去年我和她定了亲 想着过了年 就送她过门 那我两夫妻 都算了了一堂心事了 谁知 谁知 谁知前几日 哎呀 真是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我个女儿 居然在我家中被人 硬硬唱就了 你几天听到 居然有人够胆入屋 强唱文女 当同发火了 什么 你都来梁山 不过百里 谁个金沙胆 居然在这儿强唱文女 真是令人气愤自极啊 老人家 是谁抢了你个女儿 说出来 我们给你作主 哎呀 我不敢说 不敢说啊 叫你说 你就说 是 好汗 唱我个女儿 就是梁山伯 坐第一把交椅的头领 宋光 宋光明啊 厌情听到她说出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整个人打个突 那头横一声 不过 她为人不仅够仔细转一想 不会 宋光大哥怎么会做这些紧的事呢 其中肯定有点误会 但你愧的声音 一听你这句话 不敢 一声大叫 极死人 极死人啊 好汗 请你饶命 请你饶命啊 我都说不说的了 是你叫我说而已 我我我我 你愧一手就拿着个老人的手 学习吗 老家伙 你个女儿究竟是怎样被个宋光抢了去的 你跟我老老实实 前前后后 全部都讲了出来 一定要讲得清楚 明白 白 子玛 如果你有一句半句含糊的 你看下 我个人认得你 我把扮夫 不认得你啊 是 stato Father 那声留的老然后 被他吓得全身 西方 那么振 我我我我我 我说 我我我 long Ihre Shortly refrain ay tres Bible 前几日艾满 我们庄園前 忽然是 queste似二十几人 说呢 他们赶路累了 上來休息一休,我想與人方便,即是與自己方便。 我就將他們接入客廳,一邊叫人準備飯菜,一邊叫人幫他們餵下麻。 我看他們,一班人都帶著兵器,就問他們,你們是什麼人,要趕去哪裡? 其中維秀的兩個人,一個長得矮得矮,黑黑實實,另一個身形高一點,白白正正的。 那個白白正正的人就說,說出來,你一定認識的。 喏,這一位,他指指黑黑實實的那個,就是我們的首領,是水博梁山裡面,坐第一把膠紙的宋綱宋功名。 而他自己呢,就是自多聲音容。我一聽到,原來他們是梁山伯的人。 那這裏方圓百里都知道,那這裏方圓百里都知道,梁山伯的義軍,全部都是替天行道,濟噴乎危的好漢,哎呀,是好人來的。 喏,我立刻叫人,我立刻叫人,煮多兩個靚爽,同時吃飯的時候,我還叫自己的夫人和女兒,要他們出來為這幫好漢敬酒,以表達自己對梁山伯的好漢的尊敬志意。 喏,誰知壞就壞在敬酒這件事上,他們一見到我的女兒,哎呀,就好像蜜蜂,見到蜜堂一樣,馬上生氣了,尤其是那個宋綱,哎呀,他對眼淺淺淺淺淺的望著我的女兒,哎呀,還動手動腳,摸身摸細那樣。 老夫見到細色不對,今天立刻把我女兒拉開了,怎知這個宋綱就跟我說,他說,他自從上了梁山以後,一直都未曾再娶過妻房,今天跟我的女兒有緣,一如準備把我的女兒收到壓債夫人,我就是他的外父。 從此之後,從此之後,我們莊卷有了梁山這個大靠山,無論是誰都不敢欺負我們的了,哎呀,老夫一聽,嚇到傻了。 我立刻就說,我的女兒已經許配給人的了,就來過門,哎呀,不行的,這件事絕對不行的。 怎知我說話都還沒說完,那個宋綱就臉色都變了,說我不識好打,又不知抬舉。 他說,你這個女兒,我一定要的,你給我就要,你不給我也要。 然後就是這樣,強行指揮那些手下,將我的女兒就這樣搶了去。 老夫要搶了她們,她還打了我幾巴,將我打電在地上。 可憐我的乖女兒,哎呀,居然就被人夾眼地搶走了。 哎呀,現在她都不知道在受什麼苦。 我家裡遭逢大便,但是連官婦都說不敢來。 我那個夫人,掛著那個女兒,這幾天都是耳淚洗臉。 今天她吐我不注意,就走出來喘口說要吊頸, 希望一死去驗我顛前告那些壞人。 幸好,有人救回她,然後告訴我,要我來接她。 我剛才無論怎樣勸,她又怎樣都不肯回家。 嘩,就算是死了,她的魂魄躲去陪個女兒。 我們正是搞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你們就來了。 原來是這樣啊,原來是這樣。 極死人啊,真是極死人啊。 極死人啊,我老實跟你說,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還不知道好看你高姓大名。 我就是梁山伯的黑旋風,你愧? 哎呀! 那個老人街不聽的游志河,一聽一下幾乎整個人暈了過去。 哎呀! 哎呀! 早知是這樣的,剛才怎麼都不會說這件事出來的。 原本還指望,這個神高神大的好漢會幫一下自己。 誰知原來她和搶自己的女兒那些人,是一班人來的。 哎呀! 那你魂真是慘了,我還說這麼多宋光的壞話。 唉! 這次呀,實在是有死無殺都可以了。 正當她這麼想的時候,李葵就跟著說, 那! 我隔你這個,就是狼子殷勤。 你放心,送綱來搶了你的女兒這件事,我們兩個一點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既然知道了,我就一定要管。 老伯你等著你,我們現在就馬上趕回梁山博。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把你的女兒還給你。 且,你這個宋光,做出這麼無恥之事,我絕對不會放過他。 那個老人家猜都猜不到,李葵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說話。 哎呀! 這魂真是好像快要淹死的人,忽然間撈到一條救命稻草那樣。 兩夫妻對李葵都不知道多麼感激,慢地對她叩頭說多謝。 但是李葵都不再理他們,一手扯著煙青說, 小魚哥,你聽到的了,救人如救火,我們現在馬上趕回梁山。 於是,兩個人留夜趕路,停都不停了。 一路上,李葵都氣得八卦大叫,慢地罵宋光。 宋光,燕青就勸她說,天爺哥,我想這件事肯定另有內情的。 你不要這麼急,查清楚再說。 你想想,人家不知道,這樣也有得她亂說。 我和你,又怎會不明白宋光大哥的為人呢? 這麼多年來,他在山寨裡一直都嚴肅軍紀。 就算兄弟下山做買賣,他都說,只准劫貪官奸商的錢財, 對老百姓一點都不能侵犯。 何況強搶民旅這些事情,我看,怎麼都不是他做的。 說不定,是有人慕名頂替,災贓陷害的。 嘿! 小月哥,我本來都很服你的本事, 但是原來,講到做人,你都原來是那些摧炎附世之徒, 你偏袒宋光,你沒聽過老人家的說話嗎? 講得清楚明白,難道還會是冤禮他嗎? 你這件事,你說以前我都還有點懷疑, 但是去完這趟東京之後,我才明白,宋光這個宋黑鬼, 我一向還這麼尊敬他,原來他都是個口是心非之人, 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你大哥,說話不可以亂說的,你怎麼能夠這樣說呢? 我相信,宋大哥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的。 不會做,做不出,呀呀批! 你知不知道那個宋光啊? 當年,就因為在外面藏著那個女人鹽婆色, 誰知那個女人就搞三搞四,他爭風俠草, 才做出那些殺人之事。 可見那些貪淫浩色的毛病, 宋光一早就有的了, 以前的事我都不講的了, 再講這次來到東京, 你看看他呀! 又說帶我們上花燈, 其實一進到去, 就一個屈尾十, 跑去那個名記李詩詩的鼠, 跟人家眉來眼去是歐三答四, 你說他是個任賤之人。 哼! 照我看呀! 當日那晚, 我大罵李公本, 搞得他跟李詩詩勾搭不成, 拘捕了拘捕了所有任重, 回來的時候, 經過這一樹, 見到人家的女生, 於是呢, 這些任賤的毛病, 即是發作, 頂呀! 燕青聽他這樣說, 真是又好生氣又好笑, 他說, 唉, 其他事我不跟你爭, 但是, 你提到李詩詩這件事, 我可以老實告訴你, 絕對不是你想的, 阿哥之所以要找李詩詩, 是另有原因, 你不知道而已,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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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回到上山, 他送光乖乖地, 把人家的女兒教翻出來, 我就拆了她的中醫堂, 李詩怒氣沖沖, 大步趕路, 燕青怎麼勸他都勸不行, 兩人毫不停地走足一日, 終於就回來梁山博了, 一上山, 李詩就向著中醫堂前直奔而去, 這個時候, 是朝早, 梁山早晨的操練剛剛結束, 整班頭領, 正是聚在中醫堂前以示, 李詩怒噔噔聲地衝進來, 宋光一擔高頭, 就見到他了, 見到李詩跟燕青終於回來了, 好高興, 宋光就問, 欸, 好啊好啊, 你們回來就好, 為什麼, 這麼久才趕到回來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誰知李詩怨爭敗銀, 鼓住道氣, 不出聲, 四邊一看, 見到中醫堂前飄動著一面杏王旗, 上面寫的正是替天行道四個大字, 他喝一聲說, 我屁, 你啊爺, 你說, 說什麼替天行道啊? 我說, 啊, 應該改成男道女槍就對了, 說完這句話, 他舉起兩把板斧, 啪啪啪, 一連幾斧斬過去, 當堂就將旗桿斬斷了, 啪啊聲, 整面杏王旗, 立刻在上面直塌下來, 整班頭領見到這樣, 人人都大嚇一嚇, 宋光更加又怕又生氣, 你你你, 這個黑炭頭又搞什麼鬼啊? 啊, 一日不惹喔, 你是不是不得安樂? 呀呀, 屁, 你啊爺, 老子今天不揭開你這個人面手心, 假人假意的面具, 我怎麼得安樂啊?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明天再說。